兩年一拜的全國新興障礙國民運動會 每年就要在南道館來起班 為初二十日後特別為丟臉會勝利 建議和百二十 在國際丟臉委員的協定之下 希望以嚴格的賽過品質 以及上級優質的國務隊長 來認識這場全國新興障礙國民運動賽事 二、一、請接牌 全國新興障礙國民運動會 是國來的新興障礙運動相關的指標 也是立大全國新運動勝負一役 讓教官第一次先辦這場比賽 館長科修華表示希望用相關的標準 來歡迎全國各地的選手 結合學校還有各機關 包括我們南投縣體育總會 還有我們的各個單項委員會 大家都會投入人力跟資源進來 尤其活動要辦好 每一位腎臟者的需求都不同 所以我們也會用心地去傾聽 所有選手的需求 然後把所有的環境可以改善好 讓更多的選手 明年有六千多位可以順利的到南投來 那場地的部分 我們也會著手開始的去做盤點 包括項目的部分 應該怎麼樣來去做調整 那麼我們都會跟中安單位 包括我們的各個學校這邊 大家都會好好的來做協調 那希望明年可以正式的迎接到 一個最完美的 全國的身心障礙的運動會 能夠在南投 全國身心障礙的國民運動會 中筆處 22號 在南投管理體育長 正式甲牌生力 全國也特別辦法聘書 讓中筆處各國委員 希望管理團隊 全身專利 結合中央 電風以及社會主委 讓中筆處各國內的六大賽會 非常重要的 提供給我們身障朋友 一個競技的舞台 也是接續 閒接我們國際的 帕運 亞帕特奧會 或聽障奧運會 的一個重要的賽事 我想113 身障運在南投 許縣長的優質團隊 一定能把這個賽事內 籌辦非常的圓滿順利 我們到時候 讓我們四到六千位的 這個選手跟隊職員 能夠來到南投 感受到他們的一個熱情 有一百八十幾個國家 有四千五百多個選手 會參加這個世界級的比賽 那麼每一個國家呢 就會有一個帕會 就是我們現在叫 中華パラリンピック總會 那我們這一次 兩年一次的 國內的身心障礙者 運動大會呢 是非常重要的 身心障礙選手 參與的一個盛事 我們謝謝教育部 體育署的支持 113年輪到南投 南投一定會在 這個運動會上 發光發熱 我們非常的期待 也祝福我們 所有一切的籌備工作 都順利成功 在丟別處 甲拜心理大會上 也特別邀請 曾經在到全國冠軍的 保理高修第九班 小朋友啦啦隊 正恩表演 也表示希望 祝福比賽 讓我們到有優秀的選手 能在比賽中面前 發光發力 記者來為人參與報道